《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有到18樓CP座的時間 當然我們節目的內容是關乎香港社會 香港時事 政治新聞 當然種種形形色色的 都是會透過一些運動去催生一些政策的改變 今集我們的題目是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請來一位嘉賓也好朋友也好 總之18樓CP座會輕鬆一點 就是朱凱迪 可以說用一個社會運動家 來形容自己 理自己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不會這樣 作者 社運動員 社運動員 OK 未完的 有還未運動員 社會運動 人私 參與者 為何又會參與這個社會運動 回想五六年前 幾年前 參與社會運動 參與社會運動其實是一個 很難回答 我覺得是一個一般 機緣巧合 我想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社會是由公民組成的 如果我們每一個公民 想起幾千年前的亞典 是公民集體去決定城邦的政治 如果我們其實可以這樣的話 每一個人在一個地方裏面都可以發揮他自己的力量 去令到一個地方的政治更加豐富 民主亦都體現得更加深刻 所以沒有一樣東西叫做參與社會運動 不過 你一個沒有民主的地方去講民主 你剛才說雅典雅典 就是人人 因為話事權 你香港 你沒有話事權 不過我想是 因為這個反過來是 反過來是因為 那個執政的政府 當權的人 他不希望改變 或者不希望這種政治可以發生 或者人人都可以 很公共的一種生活去發生 所以 所以就 會 譬如 令到你 比較辛苦 令到這樣的活動變得辛苦 自然 好像從事的人就會少 譬如你示威 你會被人拘捕 有很多專業都是貴黨 律師 律師不可以有刑事案體 你會有顧忌 你會有顧忌 之如此類的事情 都令到 好像要拋下一些東西 拋下一些顧慮 你才可以比較投入去做 反過來就變成了一個圈子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即是太窄 我很怕有人說 有一個叫社會運動圈 即不是打麻將 其實是政治 政治 即是關乎每一個人 對 所以會變成一個圈 或者變成一個社會運動園 其實這些都是 不好的一些 一些 即是不需要特地有一個標籤 即是不需要 即是政客 政治人物 其實這些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些 去局限了政治的標籤 不需要 好 不要在一個名詞上戒定 但我們比較一下 有些文章比較 你當現在是21世紀 那十多年的 現在是80後的社會運動 跟以前 90年代 甚至80年代 甚至乎再早些保釣 70年代 你覺得有甚麼不同 有些人批評 現在這些當然是激了 有暴力 現在的又沒有甚麼政策研究 論述又薄弱 你又怎樣看 如果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想近這十年 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就是互聯網的出現 互聯網出現 其實因為你要控制一個社會 即是一個當權的人 他要控制一個社會 他要拒絕去改變 他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控制資訊 控制資訊的生產 或者傳播 以後才是控制人的組織 而互聯網 正正打破了這個局限 當資訊生產變得很容易 人人都可以去說他覺得對的事 透過說對的事 透過覺得說要說的事 然後就成為了人和人串碼齊的機會 發佈得很快 就是你所說的意見 這是近這十年 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們現在坐在這裏 這個網上電視台也一樣 我們可能政府可以不發無線電視的牌照 但是回網上電視台也沒有封殺 封殺不了 至少現在還沒有封殺 無論資訊流通或傳播 譬如現在你政黨 你都不會隨便說 你都是有一個發言人 你又自己內部做了一些事 你才扔出去 這種政黨NGO 或者過去的學生組織 這類的形式 近十年面對很大的衝擊 就是原來我不需要成為一個學生會的會員 或者不需要加入長津社 或者不需要加入公民黨 我都可以 即是一個獨立個體 我都可以去從事一個資訊的生產 然後自己去透過一些社會媒體 像Facebook那樣去連結 然後我可以甚至去做到一些 不用很大型 但是可能幾十個人的行動 這個是我在大概2005、2006年之後 去介入一個最主要的方向 我是一個叫香港獨立媒體網的編輯 這個網站其實都是 正正就是這個潮流 我們叫做媒體運動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類的方向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都跟這個有關 因為其實你有了一個條件去擺脫了一些體制的束縛 舉個例子 就是無論是所有組織化的束縛 你自然在無論你說甚麼或做甚麼上 你都可以 界線比較闊 所以譬如說 給個例子 譬如寫文或拍片 現在當然是一個方向 譬如說行動上 我想起2006年12月的時候 譬如有班人 包括我這樣衝進去天星碼頭的地盤 那些類的 那時候反過來想有一個特徵 就是其實那些衝進去的人 都不是一些很確定的團體的成員 或者他刻意去迴避這種身份 我不是這個 或者我不是用這個團體 我只是用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要做這件事 你不要再妨礙我 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大家再談下去 好 好 其實你剛才所說 有一個互聯網產生 說20多人去參與行動 很厲害 上當年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參加一些抗議 爭取的簽名運動 你幾個人而已 因為那時候要打電話 那個人又不空 那個人又不空 打打自己也沒甚麼心機 打算了 四五個就行了 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互聯網甚至可以一呼百應 那一百個不空 還有二十個有空 所以那個 很佔法性 還有制衡 他有興趣參加 動員更加厲害 同時 我講開講 同樣反面都有他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人生成長的歷程 介入一件事的歷程 介入社會的歷程 其實可能我們譬如黃德泉在90年代的學生運動裏面出來的人 他會有一個進入社會運動 或者進入抗爭的一個過程 他會學習了不同的東西 譬如他要學會怎樣搞示威 他要學會寫新聞稿 他要學會發言 他要學會很多東西 他要學會搞政策論述 在一個組織裏面 他會有一種培育人的方法 現在 剛才所說 因為你很自由 沒有約束 或者你可以很自發地去做 所以 其實現在是斷了 可能70年代 70年代開始 可能有些社工 然後有居民運動 然後社工變成一個培養社運的人的一個重要的行業 然後我們有學生組織 但是這些 現在變得很弱 反過來很強 或者很高調 就是一些網上自己發起的事情 每一個參加者的獨立性和自私性 是強大很多 我例子在美虎 我們已經吵架吵過無數次 大家商討了 研究過無數次 總之得出來的結論 誰提議是誰做 你千萬不要將自己所想的一套論述 麻煩了 A發言人你幫我講我的論述 A我怎會會講你那套 你那套論述 你自己想出來 不要我幫你講 我可能未必講得對 甚至乎 有些人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做 要什麼橫 要怎樣帶 誰想到 誰提議 我們很自由 除非說很違法 很匪央性 否則誰想到 如果你想去做 你自己去做 千萬不要轉嫁 麻煩你做得出色一點 你去做 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這樣 大家的觀點 論述 大家不同 我們不可以統一的思想 你又不抵屬我 我又不會領導你 即是其他人不反對就可以了 應該不會反對的 大家因為共同理念是反對某一件事 所以得出來 因為我們的組織介構雖然有召集人 但是大家又不用說 我又不用聽你說 你又不用聽我說 其他的組織會不會這樣 我感覺上都會是百花齊放的講述 其實都看譬如說 美夫是一類 美夫可能他不會很嚴格地去 尋求有一個共識的出現 但是我們在其他組織 就不會那麼自由 即是就算你說 網上固然 那些群組織當然是很自由 你說什麼就說什麼 但是我想去到 要去行動 或者要去做一個比較 比較長遠的事情的時候 我經常要面對的事就是 很多人在那裡開會 譬如二十多三十個人開會 而不是我們就不會變成 二十多三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想法 即是不是說你up了 你自己做就算了 如果二十多三個人要開會 會開到沒有人反對為止 那又要排開一下 絕對不可能 所以譬如說 累得太妥協 譬如說反高鐵這些時候 其實是要很長的時間 去達到一個共同的想法 譬如說是否做什麼苦行 是否去包圍立法會 這些都是很長時間的討論 那這個模式其實是 這些行動其實不用 我論述就說要長時間 行動 你苦行也好 誰帶領那隊人就認同他 我又不會苦行的 誰說了誰做的 他又會苦行的 他又會有一班年輕人也行的 認同他 誰說了誰做是一種方法 他有他的缺陷 因為其實有些事情 可能你去到一個地步 是要小心去做的 譬如說 你 你 譬如舉個例子 以美孚為例 可能在一個 居民裏面到底去追擊周大科 日日去搞好像雷曼那樣搞他 到底是否對這件事是好的呢 那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會說 我們要得到一個 很共同的意志 然後令到大家都一起去 去追擊他 或者不追擊他 就會比起說 有一些人覺得要追擊 然後你們自己去追擊 其他人就覺得不要追擊 然後他們就不去 我覺得 前者雖然是花時間 但是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都會尊重大家意見 對於整個 公眾去看他們的事情 是會比較 因為你是會互相影響 每一個行動 你做出來 你又 你叫別人去看你這件事 那你怎樣去做 你選擇什麼方法 是不是 是不是進取一些的方法 是不是一些 激進一點的手法 這些都是會影響整件事的走向 所以 你問我 譬如用蔡元春的經驗 我們就 這些地方 會用很長的時間去希望 當然因為我們的組織 又不是陳級化組織 不是一個大哥 說是選了一個主席 那 所以 變成了 你一定要用很長的時間去談 很長的時間去游說 就算我有這樣的想法 我都要用很長的時間游說 如果我游說不成功的話失敗 那我就不做了 那就不會做了 這就是 美波為例 我們都一樣 你有信的過程 你也知道 很有趣 而且很擁場過程 我們每晚開會 以前較長時間就是一個半小時 一大群人和一大群人一起去聽 那群群眾不會離棄我們 雖然他未必是一個很熱衷 參與每一個細節的行動人士 但他依然都坐在那裡 平均每晚最高風格是五、六十人 現在都去到三、四十人都繼續坐在那裡 大家一起聽聽聽我們回報每一天的進展 聽聽我們對每一個行動細節的部署 雖然他未必認同 他們不會表示反對 但當然我們也有些細節上 例如這個行動有多少人參與我們便去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便取消 提議的人也如你所說 要游說給群眾 這個行動有甚麼目的有甚麼意義 為甚麼要這樣做 如果不做的話又會怎樣 所以都是有很長時間的跟他們談 當然是如你所說的 究竟是否要說服到全人去支持 全人去參與呢 就不可以的 美夫的情況大家會明白 可能美夫覺得中產人士 可能會比較思考 會更加冷靜一些 但譬如說社會運動 外間看上來會覺得 這班是比較個人主義的年輕人 或者爆發力強一些 反而你剛才這樣說 就會讓大家說 原來他們都要經過一番協商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譬如說 如果你說 我想社會運動是最不個人主義的 因為你一定是 你不是抱著私心去參與社會運動 你是抱著攻心 你抱著一個攻心 在一個群體裏面 譬如說 你要面對一件事 可能不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拘捕 首先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會是 自己一個人去做了 然後你被人處理了就算 而是 大家一定會覺得 我們是在一起的 然後一起去做一件事 然後一起去面對效果 無論是在街頭的行動 或者是在一個居民的運動 都是一樣的 我想跟一般人的想法是相反的 如果你是 說個人主義 就是自己躲在家裏做電車男也好 去逛街買菜 吃飯看電影 那些是個人主義 因為他是想自己而已 你生活 總之你不要搞我 多瑞皮所說的個人主義 就是他提出一個個人的道理出來 方向出來 希望大眾 即是阿公 叫做公眾 一起支援他那個 即是他的行動 標榜了他的行動 但他一定要貼上 但他一定要 其實是 社會運動 是一定要 是跟別人連結的 一定要跟別人相處 即是很難過獨立個體 你一定要跟別人去 去面對 無論是很接近的 去面對你的同志 面對公眾 面對 身邊罵你的人也好 讚你的人也好 有有 這個我覺得是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這個是一個人 他應該有的經驗 即是你 所以不單止網絡的傳送 他要把握得很厲害 連人與人之間 人際關係的網絡 他更加要做得好 即是你透過論述 可以放上網等等 廣泛到很多人知道 但在這個 社會運動的 勢點的時候 那群大眾的時候 你一定要 面對面的交談 怎樣將他的論據 有時候講大道理 有時候要講情義 這個我覺得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是很需要 提倡和加強 譬如說有些人 因為你在網上 他有一些特徵 就是你由網上出來的一些人 可能他網上的世界就是 他物以類在的性質很強 所以你罵爆一些人 你就會 那些自愈的 自己娛樂自己 所以其實 所謂那個 譬如Facebook Facebook是一個朋友的世界 是一個 敵人不看你的 是一個埋堆的世界 你不會去敵人那裏 你去敵人那裏 就會被人圍剿你 那 所以其實 現在很多年青人 他都不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要出來面對公眾 或者在一個現實的世界 在街上 你去示威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你不是 不只是面對敵人那裏 而是面對不敵人的人 而是面對不敵人的人 這個我覺得要強化 面對不敵人的工作也好 你的政敵也好 怎樣去 跟他去相處 你的經驗 到你參與了這麼多年 你覺得你 喜歡你的人多些 還是不喜歡你的人多些 你的感覺 喜歡 就是 或者是那個 因為我不是 我是在Facebook之前 已經在這個 我不是只是Facebook 而是面對群眾的時候 那當然不喜歡的人多 因為 另一個 如果社交運動是一件事 它就是一件很邊緣的東西 甚至它比起政黨政治更加邊緣 就是 它是一些 基本上連選票也沒有的東西 基本上一些 你不用顧慮 政黨的人都 譬如說 有些事情 例如舉例蔡園村 這一類的個案 其實是 這一類拆遷的個案 政黨都不得人理 為什麼不得人理 就是 第一就是 失敗的機會很高 你輸了 輸了 那些人就散了 散了就是沒有票 散了沒有票 你去幹什麼 在這些實輸 實輸 社會其實都很討厭你 覺得你不應該在這裏 或者你不要再搞 的環節裏面 社會流出現 所以 一定是很多人討厭我 很不喜歡 這是正常的 這是 永恆的一個狀態 同樣去到美夫一樣 去到茶樓 喝茶 有很多人 不是說不喜歡王德全 他們都會覺得 那些人做什麼 人家明明給了錢 買塊地 建樓 天供地 不是 有什麼妨礙別人 真金怪民 給了一億去買塊地 然後政府批了 你們有睡街 有什麼妨礙別人 抵死了 打官司 比別人高 所以這些一樣有不同的人士 起碼佔一半一半 你不要說 所以說社會運動 暫時說 香港一般人來說 好地地做什麼 搞搞社會運動 正如你一開始 應該有很多負擔 有很多婦慮 要拋開 我們下一集回來 再舉多些例子 看看社會運動家 社會運動參與人士 如何去確實實 去幫助人 幫助人有什麼得著才行 下一集就跟大家見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給企業 � 通知 可以 嗎 這是 請 請 請